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您可以体验一下 体验一下什么 这是什么 刻意 这绝对是一个特别刺激的体验 头顶上有海鸥飞着 我在那里打抬头 就被插头了 黑尾鸥是亚洲东海岸独有的一种海鸟 而海驴岛附近的海域 鱼类资源丰富 每年都会吸引大批黑尾鸥来挡上栖息 利用这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隆城市的好运角旅游度假区 专门打造了这种官鸟行程 游客可以近距离地看着海鸥飞翔兮兮 感受人与动物之间的和谐相处 我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观察这种野生鸟类 感觉在动物园里都没有这么近距离地看过楼中鸟 太近了 这一伸手能碰到的感觉 像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海鸥比较热 所以它就一直追这个鱼船跑 对了 半个月前更饿 半个月前更饿 为什么 现在下海鸥基本上都会自己飞了 就是刚刚生海鸥的时候 刚刚倒出来的时候 这个觅食的需求比较大 对 那时候我们要是开一船出去 那就后边有跟一批海鸥那种 特别多 那都是今天的好几倍 好几倍啊 好几倍啊 要站在岛的上了 感觉 太近距离地亲密接触这些动物了 感觉特别的过瘾 好几倍啊 海鸥岛 在岛上还专门有看护的人员 每天定时四位 当地人都说 正是因为有这些黑鸥的到来 才让海鸥岛这座无人岛 焕发出勃勃生机 为了保护好这些黑尾鸥 当地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我们这边就是海鸥岛了是吧 对 现在海鸥岛上一共有多少海鸥 大约2万多只吧 那现在我们能登岛去感受 更近距离地感受吗 不行 以前可以上岛 现在为了保护海鸥 这个资源都不让上了 不让上了 那现在如果我们不能登岛的话 对咱们这个游客量啊 包括收入会不会有影响 肯定会有影响 而且影响还不小 但是您可以收入少一点 也要保护好这片栖息地 海鸥岛目前属于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的规定 是不允许人员登岛 也不能够以旅游开发为由 进行人类活动 但是乘坐游船40分钟绕岛一周 依然能够近距离地和黑尾鸥接触 这种互动体验吸引了大量游客的到来 现在我们平常一个周末的话 大概来的游客量大概能有多少 周末两三千人 到了暑期旺季就会更多 暑期旺季应该是五六岁 那咱们整体来讲 今天一年预计这个营业额能到多少 营业额一千三十百万 优良的环境吸引了黑尾鸥的到来 也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在好运脚旅游度假区内 海景辽阔 风情浪漫 这里利用海上资源 推出了很多特色项目 更是针对暑期打造亲子特色游 这到底是怎么玩呢 紧邻着通往海旅岛的游船码头 这里就是西峡口户外主题公园 这最特殊的就是这四十二顶的帐篷露营地 您看有很多小朋友 就能看得出来 这里是一个亲子的度假天堂 这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夏日的夜晚 在海边的沙滩上织一顶帐篷 陪着家人一起看夜空中繁星点点 听着掏声入睡 在这个西峡口探路者户外主题公园 您就可以实现 那么居住在这样的帐篷酒店 到底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呢 打扰一下 您好 打扰一下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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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进来看一下吗 对 我们想看看这个帐篷里面是什么样的 这还有卫生间 对 有卫浴 空调 全都有 然后还有电视器 然后其实我们的帐篷 展现出来是个帐篷的形状 其实跟标间是相同的 就是这个家 你面对带孩子过来的 对 第一次来的 你感觉怎么样 非常好 是吗 觉得带孩子来这有什么 比如说跟去别的地方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首先这个地方感觉环境比较好 其次感觉安排比较人物光一点 平时很少有这种地方 比较适合小孩玩 适合住 您好 你们两位是谁住在这个帐篷里啊 对 谁家这是 我这 你家 是吗 你觉得住帐篷好玩吗 好玩 觉得这有什么有意思的地方吗 嗯 冬床 冬床有意思 你以前住过帐篷吗 没有 没有住过帐篷呀 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帐篷是吗 嗯 感觉怎么样 很好 很好 住帐篷只是这里其中一项体验活动 对于孩子来说 这里可以玩的项目太多了 蹦床 钓鱼 定向寻宝 再加上夜间烧烤 都能让孩子度过一个内容丰富的假期 除此之外 这里还有一些特色体验 是绝对不能错过的 郭总 我看咱们今天这个人还是挺多的 入住情况怎么样 入住情况现在是满园的状态 周末全满 不光今天 然后甚至过后的几个周末 全部都是满园的情况 都提前预定完了 对 像我们的小朋友来到这之后 大概都有些什么样的亲子活动可以参与 亲子活动的话 首先呢 最吸引小朋友是赶海 赶海呢 是因为在海边嘛 咱们就是 所以呢 小朋友们更喜欢于 这个跟海洋生物的接触 然后呢 并且它能食到很多的贝类啊 什么这个罗类啊 它们能拿回来 晚上还可以烤着吃 哦 这个是他们比较喜欢的一项活动 对对对 来到海边 赶海肯定是一个必须要体验的项目 在西峡口这里 大片的海洋牧场 本来是不允许游客随意赶海的 但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有更好的体验 只要在探路者的帐篷营地居住 就会有专门的赶海师傅 带着孩子一起去体验 其实能捡到什么东西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感受一下大自然带给我们的馈赠 我一个小时捡了这么多海 全多 这是爸爸带我捡的海栗子 我很开心 我很喜欢来打海 看着孩子们有这么多的收获 我们也必须来体验一下赶海的乐趣 不过到底都能捡到些什么东西呢 真是让人非常期待 李大哥带我们来这边赶海 这边感觉还真的好漂亮 而且水好清 对 这个季节能挖到什么 这沙才有杆 就是贝类 对 是怎么找呢 是往哪儿挖 是往沙里面挖 往沙里挖 现在这地方怎么能挖 对 这地方怎么能挖 挖 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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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 出来了 挖着了 找到这儿 找到这个位置了 这种叫什么蛤 什么蛤 这个我那里挖的悬在这儿 它非很多种 花蛤 文蛤之类的 对 这种明显就是两种了 这种明显就是两种 花纹都不太一样 所以一般我们把这种蛤拿回去做蛤去 一旦是炒辣椒或者是蒸出来之后做汤吃 烧汤 肯定会特别鲜 对 全天然的 这沙才底下全是 关键是得出力 咱俩还是得力气活 这海边这种螺比较多一点 这是什么螺 香螺 香螺 这个也可以吃吗 可以啊 玩了之后 什么挑出来包饺子吃 给它挑出来包饺子吃 对 又挑出来包饺子吃 那也是个精细活儿 这么一点点 就挑出来 就被提那一点点鲜味 对 你擀到多了 有一小碗 就够了 家里人家就够了 像一般带小朋友来这边玩 想踩一下它 一般是几个小时 这一般就是一个多点 到擀成是一个多点 就是朝最低的时候过来擀 一个小时差不多就回去了 一个多小时 你们最多 你们最多的时候能踩多少钟点 我们在做的时候 吃那个大楼子状 里面什么都有 那个炸了 那个海螺 小螺 有大螺 有小螺 还有那个海胆 海胆是那种麻粉的 非常新 海胆还能捡到呢 捡到 它是那个比较小一点 有那个 还有那个肠和那个 现在就是这边 其实是吧 一般那种麻粉的比较多一点 哦 西峡口海洋牧场 主要是以放羊野生海参为主 这里的海水清澈见底 水质很好 就算是只在岸边赶海 都能有很深的感受 刚才这李大哥已经说我了 说咱们这赶海呀 不能光在沙滩上走 必须要下水 不下水那不叫赶海 是吧 对啊 不下水能赶着东西 对 一下来就发现这水真的好清啊 这石头下面真的有东西 有那种螺是不是 对 尖尖的我刚才看到了 这儿 对这就是一个 这都是 哦 看 就都在这个石头缝里面 对 有在石头上 有在石头上 一到一下水之后就觉得了 这片海真的非常干净 就是清晰度很高 很清澈 哦 这比较多 哇 这种岸海太有成就感了好吗 一抓一大把 天呐 好 这个螺你们叫什么 尖尖的那个 我们叫褶褶 褶褶 这种螺 把这钉给它咬掉 哦 它外面有一种 南方一种大的 它叫真螺 但是我们都不叫它真螺 把它给它咬掉 你看 煮熟了 这种褶褶 嗯 真的能吃啊 现在生的 熟的熟的能吃 这感觉像那个 石头上做足疗的感觉 真踩不住 多疼啊 还健身 健身 要是你来赶在海货了 还健身 还健身 对 你们是怎么在石头上 这么稳稳地站着 好疼啊 习惯就好了 习惯就好了 还吸在石头上呢 被我一切给揪下来了 仅仅在一片海滩 我们就捡到了超过四五种的贝类 据说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捡到海参 这样的干海体验真是让人收获满满 看看 这么一会儿功夫就 十万分钟 对 就捡了这么多 像现在这种螺 将这种螺 这种贝类大概是多少钱 这种五六块钱 五六块钱 那这种呢 肩螺呢 这种十五六块钱 这种十五六块钱 对 那今天踩的这点够二十块钱了 够了够了 足够炒一大盘的 你看看今天这收获 你挺厉害的 头一次干海就赶得这么多 行 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这个干海一定是要来体验一下 主帐篷捡海鲜 再加上各种户外拓展项目 这一系列亲子活动吸引了很多自驾游游客 特别是到了暑期 这里更是一房难求 这种新颖的旅游方式 在荣城市乃至周边地区都不常见 已经推出 就创造出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我们去年的经济情况是这个年收入差不多两百多万 然后呢以四十顶的这个四十二顶的这个住宿规模来说 已经是非常高了 而且呢我们是半年级运营期 对 从五一到十月七号 仅仅半年就收入两百万元 这里的火爆程度可想而知 郭威介绍说 当他决定从北京来到荣城创业 除了被这里优质的海洋资源吸引 更重要的就是 在这里打造一个亲子项目 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当时我们选择落户在西亚口的时候 就是想的是因为它周边的景区够丰富 所以我们就是因为也依多于动物园 海里岛这种动物很亲近的一个场所 所以我们选择在这 这个至关条件也是一个 对 探路者户外主题公园所在的西亚口村 之前都是以渔业养殖为基础 依托西亚口海洋牧场 这个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近年来先后开发了一些旅游项目 这个帐篷营地不过是其中之一 据说这里还有一个地方绝对不能错过 我现在是在荣城市的西亚口村 这边就是西亚口的海洋牧场 紧连着这个海洋牧场 就是这里最具人气的一个地方 神雕山野生动物世界 这边是海生动物区 但是据说在这里 海陆空的动物全部都有 一定是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 咱们一起去体验一下 神雕山野生动物世界 是亚洲最大动物种类最全 唯一一个可以一元揽进海陆空动物的 放养式野生动物园 全区占地3800亩 拥有国家一二类保护动物400多种 良好的自然环境 适宜的气候条件 适合多种动物在此栖息 暑期是这里的旺季 孩子们来到这里 更是有跟动物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您好 您是经常带小朋友来这里吗 对 经常来 这是第几次来了 应该是第五六次吧 就是办年卡 挺好的 因为她经常上学的时候 说想看什么什么动物 就办了年卡 所以带她来亲身体会一下 感受一下这个小动物 你最喜欢什么小动物 那我要聊天小关 你最喜欢猫 是熊猫 是熊猫 熊猫 我们采访中发现 在神雕山野生动物世界 很多小朋友都是一年内多次来到这里 像这种专门有老师带队参观的 就是这里一个特色项目 研学游 我看咱们这专门有一个研学手册 对 就是我们来这不光是看小动物 还要学一些知识的 我看里面有很多这个 就是很多科学问答的这种东西 对吧 推出一些探明我们动物世界的这个研学课程 让大家能够了解有趣的动物知识 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元气有育又小动物 让他们知道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把这些要利用我们的资源 把这些知识传授给他们 研学游是神雕山野生动物世界 今年春季刚刚推出的项目 为了吸引更多学生群体 原价150元的门票 如果是参加研学课程 仅仅需要99元 不光可以参观各种动物 还能学到知识 更是有非常难得的体验 比如能亲手触摸到小动物 这对孩子来说 将是一个非常难忘的经历 咱们这个小狮子是多大了 三十七八天 三十七八天 可以摸摸吗 可以 真的是融融的那个感觉 是不是 什么感觉 软软的那个毛 滑后滑 好乖 像大概多久就不能再爆出来了 再过一个多个月就不能爆出来了 就是三个月 两三个月之后 基本上不能爆出来了 对 两个多月 狮子长得很快 就不能爆出来了 是吧 现在还是可以互动的 再大一点 下个月来就互动不了了 太可爱了 自从研学课程推出以来 游客数量逐渐增多 虽然研学游的费用 比原来的门票更便宜 但是带来的整体经济价值 反倒更大了 其实从那个 今年开春之后 一直就是不断的 不停的在接这个 盐学团队 目前的话 我们动物园是应该已经 接了有二十几批 这个盐学团队了 然后人数的话 应该是有三千多人了 那现在咱们动物园整体的 这个收入情况怎么样 到目前为止 同比去年增长了 应该是有五百万左右 盐学游和亲子游 无疑是暑期里很多家庭的最好选择 在荣城市 很多旅游公司 也是看中了这一块市场 做出了不同的特色定年项目 这其中 海洋牧场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里是荣城市的艾连湾海洋牧场 这里以养殖海带为主 据说海带的年产量每年超过十万吨以上 除了海带的养殖 这里还开发了旅游的经济 您看我身后这些游客 就马上要登上上面的海上平台去看看 据说这个海上平台特别的有意思 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艾连湾是国家级的海洋牧场示范区 海洋牧场的意思就是 但是像在草原放牧一样 在海洋里利用自然的海洋生态环境 对鱼虾贝枣进行有计划的海上放养 在艾连湾这里 最主要的养殖品种就是海带 曲总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有浮漂的地方 应该都是养殖区 对 全部是海带养殖区 除了海带有别的吗 这个还有 这个就是立体养殖的 有扇贝 鲍鱼 牡丽 就是海底的话 还有就是海胆 海参的 那像这种的海带的采摘 我们游客可以去体验吗 这个可以 可以的 可以亲自参与 那我们今天能去吗 这个现在不行了 已经过了采摘季了 过了采摘季了 对 几月到几月是采摘季 这个就是每年的五月下旬 到六月上旬之前 那我们现在来 就只能去感受一下 这个海上平台了 只能是感受一下了 艾连湾 拥有十万平方米的海带养殖基地 虽然海带采收季节短暂 但是来到这里的游客 依然有得玩 为了展示出海洋里丰富的物种 这里专门打造了海上平台 在这里 小朋友可以进行各种清水游戏 也能近距离地观察各种海洋生物 来到海洋牧场 进行海上采摘 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行程 那今天我们都能摘到什么呢 这怎么拿出来 这个 里面全是山贝 打开 然后怎么从哪掏出来 这个绳子就一拉开 然后它就 哦 它是 哦 有点扎手 有点扎手 对对对 这现在山贝的价格是什么样子 像现在山贝的花市场就是三块钱一斤左右 像现在采摘山贝的话是含在我们的门票里的 对对对 这个山贝随便吃 对 采多少 这个我们就是这个就是四个人一个小桶 哦 四个人一个小桶 对 满满的一桶 你只要能装走 就都是 都是你的 哦 行 那咱就沾一桶 爱莲湾海洋牧场 因为海面开阔 海水交换能力强 水质比较清澈 所以这里出产的海产品更加鲜美 除了扇贝以外 各种海产品通过科学的立体养殖 品质都非常不错 哇 好大一个箱啊 这里面有什么 鲍鱼 鲍鱼 你看一下 我这看到了一个鲍鱼 我先把它弄下来 哇 吸得好紧啊 都扣不下来 是怎么能弄下 拧一下 拧一下就下来了 哇 新鲜的鲍鱼 曲总像这么大的鲍鱼 这是几头鲍了 这个就是五个 五个就是一斤 五个一斤了 对对 现在咱们这个价格大概是什么样 这个就是180左右吧 180左右 嗯 这个是含在门票里的吗 这个不含在门票 这个不含在门票里 这个需要就是格外付费的 格外付费的 对 100多 180 如果单个卖的话 这个就是50块钱一个 50块钱一个 对 这个行 看着肉质真肥美感觉 在海上平台采摘的各种海鲜 都可以现场进行加工 可以说海鲜 从出水到品尝 不会超过20分钟 这才是来到海边最特色的一种体验 这都是刚刚采摘上来 新鲜加工的 尝尝这个味道怎么用 你看他们那个 他们的扇贝 他们的扇贝真的是挺肥的 这个季节据说也是吃扇贝最好的时候 尝尝这个味道怎么用 很鲜 很鲜 而且自然就有那个海水的那个咸味是吧 好好吃 你们是哪儿过来玩的 济南 济南过来玩的 截着感觉怎么样 很好 很好 都不想回去了 买套房子留下了 正在考虑 爱莲湾海洋牧场示范基地 真正让一二三产融合 现在已经修复的2.2公里海岸线 还建有酒店式独栋木屋 和配套的房车露营地 让来到这里的游客 可以感受到更有品质的青海体验 曲总 我在这平台上待了没一会儿 我看来来往往已经很多趟的船了 很多游客上来 然后又下去 就是很多趟了 对 像这个旺季的话 我们一般会拉多少趟游客 对 这个就是一厅800多 一个没船就是30人次吧 就是一厅就是需要下载就是30多船 据统计 在暑期旺季 爱联湾海洋牧场的门票收入 每天就超过8万元 各种亲子游和盐学游 都是为了让下一代 更懂得海洋资源的宝贵 也借着旅游的契机 向外更好地展示 就是这里丰富的海洋物产 暑期我们重点打造 延续亲子游这个项目 去年七八九三个月 在游城过夜的游客 达到60多万英次 今年预计能够超过80万 在当地有一句话叫做 自由呼吸自在荣城 来到这里的几天 看到人们的这种笑脸 我也被他们愉悦的心情感染着 随着暑期的来临 一系列的亲子活动即将展开 相信荣城的夏日经济 一定会越来越红火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生产有道 我是何宇清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